Hello大家好,欢迎收看窄桥生长日记,出壳60天 时间过得真快,不知不觉这个小桂苗已经出壳两个月了 不知道有没有从第一期就一直收看的桂友们 最近有的桂友问我新手是不是适合养窄桥 从这几个点简单说一下吧 价格上来说呢,不太建议新手第一次养桂就选择这个品种 最好是有一定的养桂经验之后再去考虑它 它的价格跨度也是比较大的 当然我相信一般购买窄桥的桂友们在购买之前都会做一些了解 虽然因为价格问题不太建议新手桂友们刚开始就养窄桥 但是还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些其他方面 之前就说过它并不难养,需要加温,对水的适应能力比较强 大多数的窄桥呢天生就比较凶,不是很怕人 这就决定了它们的互动性比较好 当然它的发色和纹路的变化都是比较独特的 总的来说可玩性还不错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大家可以点关注 我是于斯基,咱们下期再见,拜拜